完全沒有矯正的作用 我的牙縫裡面就很容易卡肉渣跟菜渣 而且出來都是很大塊 直接去質詢 因為每一個人牙齒這邊都長不一樣啦 因為那三天我們幾乎都一直吃東西 所以我真的只有睡覺前有帶 哈囉歡迎來到PY日常 我是PY 這次的影片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我 這四五個月戴牙套的一些心路歷程 跟我有在我的IG上面發一些 大家對於牙套的問題 不過我要跟大家說一件 非常重大的事情 就是我的矯正 發生了一點點的麻煩 一點點的問題 就是我必須要再 戴新的牙套 我目前是戴第十五副 但我到第十三、十四副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的下排牙套 沒有那麼膩合我的牙齒 而且牙齒的痘痘呢 也沒有符合牙套上面痘痘的位置 就是有點偏移軌道 廈門牙比較亂的地方呢 都是有空隙的 所以它就完全沒有貼合你的牙齒 完全沒有矯正的作用 所以我就非常緊張 趕快打電話給醫生 就馬上回診 醫生也是很確實的跟我講說 沒錯 我的牙齒沒有趕上進入 可能你在這一副 還沒有矯正到那個樣子 結果你就戴下一副 那它就會亂矯正 但我之前原本的想法是 我只要可以戴上這副牙套 就表示我有矯正完成 No錯誤的 就是你一定要戴滿好時速 你才有辦法戴下一副 不然它沒有矯正到那個地方的話 你戴下一副 它有可能只會矯正在旁邊 所以我的廈門牙 目前就是停滯在 可能第十二十三副的樣子 然後我硬把它戴到十四十五副 所以後面就是白戴的 然後醫生那一天呢 有直接幫我用口掃機 掃一掃 他說之後會再寄新的牙套 但我不確定會多戴幾副 然後醫生也是告訴我說 不要再戴第十六副 目前就是卡第十五副 我已經戴了二十幾天了 之後可能等新的牙套來 然後才會再裝上新的牙套 銜接到後面的十六十七十八 但我不確定 目前都只是我自己這樣想而已 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戴的話要非常認真 不然就會像我一樣 就要再多花好幾個月 幾個禮拜的時間 得不償失啊 我覺得可能是我上上個月 去台東的那一次 真的有點不認真 因為那三天 我們幾乎都一直吃東西 所以我真的只有睡覺前有戴 可能就是在那時候出現問題 第十二副的時候 然後沒有認真戴 所以呢 就造成了遺憾 大家就是忍一忍 趕快把牙套戴完就好了 然後以我自己切身之痛 來跟你們分享我的經歷 因為我之前也沒有看過 其他YouTuber有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我有遇到的話 我相信應該也有人會遇到 以此為借鏡啊 那我現在要來看一下 網友們的問題 目前大概看過去很多人都是非常好奇 價錢大概多少 目前影視美的費用大概就是18到25萬不等 大多數人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要看你帶的複數啊 你的時間 還有你需不需要其他的療程 比如說什麼打骨丁啊 還是你的牙齒跟別人不一樣 需要裝假牙套之類的 所以每一個人的狀況真的都不一樣 我覺得如果你有想要了解你的牙齒 到底要多少錢 一定要去諮詢 因為聽別人真的不準 一定要現場請醫生幫你諮詢 然後告訴你 你這個費用包含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如果我現在跟你說 結果說20萬 你到那邊 結果你要25萬 或者是你只要15萬 那就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就去諮詢 因為諮詢之後你也不一定要馬上做 你也是可以多多評估不一樣的醫院 這樣對你來說也會比較好 然後我個人是在台中供應路上面的陳中牙醫 我自己有評估過兩三間 我自己覺得那邊的醫生真的非常的溫柔 第一個問題就是大家最好提了多少錢 再來就是 牙齒很亂可以帶影視眉嗎 還是只能帶傳統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要去評估 因為每個人牙齒狀況真的不一樣 還有每一間診所能接受的都不一樣 因為有的醫生可能願意幫你做 或是覺得不建議你怎麼做 一切都是由你自己決定 你可以評估個三四間之後再決定說 我比較聽信哪一間醫生的話 最主要就是問朋友 然後直接去諮詢 直接去諮詢 因為每一個人牙齒之間都長不一樣 如果沒刷就戴上去會怎麼樣嗎 我覺得比較不好耶 主要是要剃牙啦 因為我戴牙套之後有磨牙縫 我的牙縫裡面就很容易卡肉渣跟菜渣 而且出來都是很大塊 會卡比較多 為什麼要磨牙縫呢 就是為了讓你的牙齒可以有移動的空間 所以我建議一定要剃牙 然後刷牙 我覺得盡量盡量盡量 如果你外出真的不方便 至少你早晚要刷就好 這是一定的 這沒戴牙套也是要刷牙 但我現在已經蠻習慣 餐後刷牙這件事情 所以之後可能沒有戴牙套之後 我也會隨身攜帶牙刷跟牙膏 所以是保持口氣清爽 我覺得對於別人也是一種尊重 重點是自己聞起來也會很開心 牙齒排列很密也適合嗎 還是跟傳統牙套一樣需要拔牙 我自己的牙齒也很密 我有把後面的致齒 所以我覺得蜜應該不是問題 應該是亂的程度會影響到 你可不可以戴影視眉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還是要去評估 因為我不是醫生啊 醫生也不可能這樣就可以回答你 因為他還是要看過你牙齒 你牙齒可能你的嘴巴比較小 牙齒比較小顆 牙齒比較大顆 都有可能造成你牙套的後續處理 一般傳統牙套必須要拔牙 影視眉需要嗎 影視眉好像也都需要拔牙 因為我問過身邊一些朋友 他們有帶影視眉 他們也是有拔牙 還是要去評估 傳統鋼牙跟影視眉想問PY 當初這個問題怎麼做決定的 選影視眉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眉關 然後還有很多人說 帶傳統牙套很容易刮破你的嘴巴裡面 我自己也很害怕嘴破 所以我還是選擇帶影視眉 但是影視眉的費用真的會比 傳統牙套來的高蠻多的 大概0.5倍到1倍左右 但我覺得影視眉跟傳統牙套最大的差別 就是影視眉需要 如果你吃完沒有馬上清潔 馬上帶回去的話 你就會拖非常多時間 那優點呢我覺得就是 美觀上一定是第一個優點 再來就是沒有什麼忌口的東西 只要你把牙套拔下來 你就沒有什麼忌口的 像傳統牙套可能不能吃金針菇 水蓮這些會容易卡牙縫的東西 也不能吃太硬的 影視眉好像就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因為你把牙套拿下來就是你原本的牙齒 但是影視眉就是你要自律 就是沒有良好的東西 但傳統牙套的優點呢 就是可以隨時的喝飲料 像我們帶影視眉就沒辦法隨時的喝飲料 因為你要把影視眉拔下來 喝完一杯飲料你還要再裝回去 一天要帶二十二個小時的話 你只有兩個小時可以吃東西喝東西 所以根本沒有那個時間 你就會懶得去買飲料了 所以我現在都是喝水 只有喝水可以不用把牙套拿下來 茶類或是糖類的話 牙套就容易染色 但染色之後你戴上去你牙齒 就會惶惶黑黑的感覺 所以傳統牙套的優點呢 就是可以隨時的吃喝東西 但是還是要注意牙齒的清潔 記得刷牙喔 缺點就不用說 就是容易卡牙縫 難清潔 容易蛀牙 不能吃一些特殊的食物 所以呢 就是看你們自己斟酌 因為每個人生活習慣真的都不一樣 自己想好就好啦 接下來好像都是問多少錢 大家對於多少錢好像都蠻有興趣的 我現在已經矯正到賣相第五個月了 所以我的牙齒呢 其實算進步蠻多的 給大家看我現在的牙齒 雖然說這裡還是有一點點不整齊 但是跟第一週比真的差非常多 我再放上照片給大家看 欸真的差好多喔 連醫生都傳我的前後對比給我看 然後說皮環加油 已經整齊很多了 雖然說呢 我現在可能也要當物隔一兩個月 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更好的 這努力是值得的 非常推薦大家 還有對於自己的外表 或是牙齒沒有自信的話 先去做矯正 你一定會得到非常大的自信 而且牙齒是要用非常久的 如果排列不整齊 不只有美觀上的問題 可能清潔也有問題 咬合也有問題 牙齒呢 跟人真的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把牙齒顧好 先去諮詢再說 預算問題 或者是你擔心之後生活的問題 都先去諮詢 才能得到解答 你一直在家裡想 真的沒有用耶 那也推薦呢 大家可以跟我去同一間診所 就是台中公益路上的城中牙醫 影視眠還有一個優點 忘記跟大家講 就是你可以明顯知道你牙齒的變化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還滿酷的 至少可以知道說我戴半臉就好 但前提之下就是要認真啦 如果不認真 有可能也會戴得比城圖牙還要久 以上這一些優趣一點就提供給大家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記得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